嘿嘿聊世紀,天天都不開心 大家好,我是Reyo 今天來看葡萄人對上瑪雜的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先來看一下 這位大約出生點為1點鐘方向的葡萄人 是抖音阿通 之前把通老師的這個ID常常搞混 現在他的ID改成這樣子 就比較清晰明了 來看一下他的文明特色 葡萄的文明特色是所有的黄金兵 都是有八折优惠 弓兵 剑兵勇士 骑士 这些吃黄金的都是八折 甚至连僧侣都是八十块钱 非常的便宜 葡萄人后期比较有特别的东西 帝王时代有港湾大双战 可以让他打出无限支援的战术 支援会一直慢慢往上跳 葡萄人比较有特色的东西是火枪跟火炮 还有火炮塔 都可以获得火神枪 让火器单位获得这个弹道血的效果 整体来说葡萄人前期很适合打工兵 远风巨时代的工兵就折扣 陈宝斯弹工兵加骑士的全黄金兵打法 也是非常适合葡萄人的前期策略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马扎人的特色 这位是哈特 哈特最近回来 我宣他在干嘛 最近他没有打天梯 但最近这几天又回来打天梯了 我们来看一下 那哈特他的打法 他的马扎人是有免费的锻造技术 到了帝王时代免费的古风炉 所以通常他是走骑兵路线的文明 前面打洛马到了城堡时代可以考虑转马功 帝王时代还有反驱弓 可以让马功的射程跟伤害 变成最远的马功文明 而且马扎人也有游侠跟大洛马升级 所以走骑兵路线没有什么问题 后期转洛马站也OK 那他也是有大强兵的 所以也遇到骆驼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马扎人他的淫贯技术呢 是科维尼安军队可以让自己的保兵 这个马扎人标骑兵不太需要黄金就可以生产 只是肉消费比较贵一点 那他的这个保兵单位是打工程器比较痛的 所以如果阿痛这边葡萄转风擎炮 那哈特这边就可以打这个银贯科技 走保兵路线配马功是可以看到的这个走向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地图的部分 地图的部分目前是下方有一块黄金 左边有一块黄金的部分位置这块很OK 没什么问题 左边这块主机也这样围出来一点 好可能这样围过来 然后这边也在围持 好如果要这样子围的话 那这边围的话可以直接围过来围过来 都没什么太大问题 围加的部分会稍微左边多花一点资源 右边的部分应该是很OK的 这块黄金到了城堡时代之后要特别注意喔 不要被对方给控住了 那这场比赛我觉得蛮特别的 怎么两边的对角直线距离有点近呢 这个走路就像我去我家楼下7本一样 马上就到了 虽然我家走到7本大概要10分钟 有点远 这个地方应该是跟台湾7本的距离是一样的 非常的近到处都有7本到处都有敌人 哈哈哈哈 这个随便走几步就会遇到了 好近啊 好 那阿痛哥呢 现在是点下了封建时代 那现在40点的这个村民是没有偷支部 那哈特则是有偷了支部 但是这边阿痛啊 17匹就点下了 很早啊 这个肉马的开局速度 比这个马萨尔人还要更快 好 这里脱 脱支部 但是没有被惩罚 支部已经好了 OK 哈特现在 经济 慢慢 稳定下来 现在马萨尔人 最大问题就是没有任何的经济加成 葡萄人在前期吃果子 还会有木头慢慢产生的效果 前期经济就很不错了 好 来看一下这波防守战 会不会打到东西 好 肉马过来 两边 互看 我有一攻优势 所以很有可能会打起来 通常马萨尔人会因为自己有一攻优势 加上这个肉马折扣 所以会有点 迷之自信 对 真的是迷之自信 人家有枪兵 你哪来的自信 这个不好打 不好打 好 这里 重点是要先把枪兵先拿下 但是又来第二支枪兵 阿通正面的防守 应该是问题罢了 好 那应该是打不起来了 哈特这边的肉马也是断断续续的按 有点断肉了 肉马按到有点断 马萨尔人前期的爆马问题 就是容易断肉 那断肉的话就没有 就没有刺猴 虽然不起来 就很难就去承行有效的骚扰 这对于马萨尔人前期来说是一大问题 虽然他有折扣 但 前期的肉真的是获取得太慢了 好 这边 赶快闪掉 闪掉闪掉闪掉 哦 还要继续打吗 这边继续追 好 肉马过来回头 打了几下 现在 两支枪兵走了过来 继续打 异攻优势 非常舒服 直接把对手的 阿痛跟肉马打到残鞋 在这边一个高打低 上面反打 又贴到了一下 这边要送光 漂亮了 马萨尔人 哈尔特拿下了 这一波的肉马战 打阿痛这一波用残鞋肉马 也把马萨尔人的肉马 换到只剩两支 也算是不错的结果了 并不会太差 好 要是我来的话 我可能 可以让对方还活个四支 或五支 好 这就是细节上的差异 好 那现在两边的村民宿 已经来到了36 35村 经济是差不多的 好 看到这边经济 马萨尔人这边 维维领先 为什么不是维维领先呢 是因为 马萨尔人虽然没有任何的经济加成 但是他维加持维了一点 左边这个部分 并没有直接维死 反观 阿痛这边是大维 直接把这个维墙给维好 自然的 这个支援量 就会获取比较少 最近盖东西是需要时间的 好 好 那阿痛这边是要走奴兵路线吗 OK 封剑屯 弓兵 陈宝石在转 奴兵 跟骑士 这是很标准的 葡萄牙的战术打法 那马萨人这边 应该是想要先走 战毛兵 待会直接走马公 因为现在马萨人的 团队加成 是马公的 箭道速度增加 唉呦 这个凌死之前还戳到了一枪 阿痛这个有点赚 好 二级射点下 直接走马公 阿痛点下二级射奴兵 差了一下一点黄金 到点下了 好 这一波交战看一下 毛病我前丢 看什么再抓到一只 残血 没有办法 一个头毛一只 一只工兵 有点可惜 好 投掉了很多只了 好 工兵升级上去 剩下五只工兵了 这一波阿痛有点小推 哈特这边两个射箭场 就可以稳住产能了 毕竟有这个产能加成 但是这边并没有打算第一时间 直接升级马公路线 因为马公路线打奴兵的话 是略亏的 马公的这个拉弓 有这个动画延迟 所以 他的拉弓开弓的时候 速度会慢一些 奴兵是直接可以射出去的 而且造价成型又便宜 所以先走 占毛兵 我觉得是相当合理的 不要一味的走马公路线 后面要再补个秀道院 已经看到骑士了 进步了 装长我就补下去 阿通点下了二级伐木 跟手推轮走技术 马扎尔这边 哈特他说他lag 那哈特这边要赶快补下二级伐木 二级伐木现在点不下去 要150肉呢 现在肉有点缺 好这波高地工程器制造所 看到了压力很大 工程器制造所就是要盖在高地啊 不然要干嘛 对不对 这个高地工程器 待会转出奴炮或投车 哈特就难受了 好这边也补了一个工程器制造所 你投车我也投车 那就应该没什么问题 这是你有高地优势 我没有 而且我家里没为死 阿通现在用弓兵加上骑士的 黄金兵组合 压力给到非常大 阿特点下了弹道学 那哈特这边最好是要赶快 成行自己的头车跟马公路线 了 三绿的话至少来到三到四只 就可以很有效克制敌人的骑兵冲锋 这里最好是可以招想到敌方的骑士 然后去打对方的头十车 结果哈特直接用战毛兵加马公解决掉人家的头十车 真的是 他跟我玩的游戏是同款游戏吗 战毛兵解头车 好有弹道学了 战毛兵打得非常准 骑士走进来 没有办法做到其他的事情 但是这一波战毛兵被偷到了一发 但死了一个人而已 后面有胜率不屑 不错 残血的战毛血量拉回来 但是又被砸到了一发 哇靠阿痛 阿痛真的有点痛啊 好这波骑士进来 进来了就别想回去了 好剩下一个人在着想 这里要围一下吗 盖个城门 围一下 有洞 吐了 好往上走 没关系上面有圣驴可以走 完蛋 圣驴更着想 只滴到了一只骑士 好正面的部分 来看一下两边是往后拉扯的关系 这也并没有太多死伤出现 在两边村里住来到68村对65村 好五只生驴 数量已经够了 现在把黄金全部留给马公吧 这里开始转马公 我觉得是OK的 好这里头车也补下 继续补 好开始补马公了 好抽闪掉 漂亮 好再闪一次 第二个头车 直接连接头车 吐了吐了吐了 受不了受不了 这波 哈特 明显的 想用战毛秀 结果还是被秀了回去 好这边高打低 战毛数量有点 太少了 哦 砸到了一发 预判成功 但高打低也换掉了头车 这波哈特 打得很好 但是阿冲也是 两边的操作来到了极限 有点快要控不过来 但是还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 阿冲这边40 480的木头 很快补下大雪或是极 因为这边可以点弹道雪 现在还没有弹道雪 不然就是撒农田直接上帝王如何 但是葡萄上帝王没有太多的特色 只能走火系路线 但火系路线打马公也不是那么的好用 还是我们继续强军四一波 给哈特更大的压力 好头车直接砸到离发 当然头车也被换掉离台 叶发头车砸去 马公残血射不掉后面弓冰高打低 直接射穿了这些马公 但是马公这里没有弹道雪 所以马公活得下来 哇还好阿痛还没有点 这个弹道雪 好生驴稍微招响一下 来了几招吗 有抗招响 清奇兵 最后砍死了一只生驴 最后招响到了一只赤猴 好两百头车互换 现在工兵倒了一大堆 这一波哈特打得漂亮 终于把阿痛给逼退回去了 好世纪帝国就是一款这样的游戏 两军交战时候兵一妹空 前线就会马上溃败 应该说所有的RTS RTS有信应该都是这样子 等星海也是 好那现在阿痛准备升帝王了 现在还缺一个大学 可以缺一个大学 就可以升帝王时代 要补个一级马卡 待会上帝王时代想要走 骑兵路线吧 没完的话走青旗兵 那走骑士路线的话 黄金消耗会有点凶喔 但不管怎么说 可以看到未来的阿痛 应该是会继续走工兵路线 走强奴配肉马 然后攻城器 前压的这个打法 对于马扎尔来说 这个打法他要活到后期 才可能有效的嚇阻奴兵的优势 一定要点下反驱弓 跟全部的马攻科技 点完之后才可以 那阿痛的黄金时间 就是帝王时代初期跟中期 越到越后期 阿痛的胜率可能就越下降 那马扎尔人呢 虽然没有这个黄金的捷面 但是后期的兵力很强 所以如果透过操作的话 是可以打赢折扣单位的 好不管怎么说 现在还是要赶快升帝王时代 帝王时代一出来 就要赶快去点下化学喔 阿痛这边的化学是关键 火炮也要赶快出来 好这里补下了一个哨战 阿痛这边也可以考虑转这个 骑士路线 游侠路线 但是并不是那么推荐 毕竟人家的僧侣很便宜 可能还是要先走个肉马路线 给压制一下肉马转马弓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路线 那待会上帝王时代 马扎尔人要点下三级色化学 那基本上 这样马弓路线 就可以了 然后有机会再点个反驱弓 重装马弓先不点 把这个肉投资在骑兵科技上面会更好 好 哈特点下了拇指环 现在阿痛准备转骑兵了 是要走轻骑兵还是走骑士呢 我觉得走骑士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八折优惠 骑士的折扣 大大大大优惠 非常的赚 来了 跟踪激素 继续补弓兵 好 一上去三级色强弩 三级色强弩 先点化学 强弩先不点 化学很重要 好 哈特这边是点下了三级色 化学暂时点不下去 肉一点缺 好 这一波肉马走进来 看到战毛兵很开心 马工板想出门 但是阿痛直线距离真的很近 先骑兵过来 要抓到这只生驴了 生驴倒地 跑车过来 被换掉一台 这一趴直接砸弓兵 往前走 但是阿痛没有往前 换掉投射 阿痛这波打得有点 太急躁了 好 火炮赶快出来 火炮还有50% 现在 怕学 跟三级的 工兵凯爪 也点好了 怕车这边可能还是要转一些农田出来才行 好 OK 整农田了 但这边田真的太少 要转奇兵科系 现在是无法成型的 至少要来到50片点了 才可以稍微去点一下肉 好 这里马工一个多线 哈特这边漂亮了 马工直接控到了 这些村民 好 开始抓 拉弓再拉弓 阿痛好像没有发现到 好 发现到了 把后面村民拉走 但正面的进攻 阿痛觉得自己要攻城成功 在强弩升级上去了 但是打战毛兵 有点难受 有三级的工兵铠甲了 这一坨马工 现在才看到 杀了13只村民了 哇 阿痛这波血亏 好 明明是在攻城那一方 却自己家里被偷家了 但这一波也是 强弓从右边走得进来 原来 正面的战场有点辽阔 阿痛这边黄金被断了一下 黄金有点缺少 但正面这一坨强弓进来 也是扫导到了非常多 正面的战毛兵 没有打上去右边做的意思 就拉了马工去解决 结果自己的马工话被解决完毕 哈 哈特现在踩点瓶种 你怎么现在踩点瓶种 看来是忘记了 连更动机是都没有 这个马工有点可惜 好 这一波城堡终究还是要被拿下了 4个巨型投石机 好 城堡掉了 直接被退款 刚刚研发的科技 并没有研发好 诶 刚研发什么 刚城堡在亮亮的 好 那现在阿痛这边是 点下了一弓 但是转清骑兵配强弩 这一波会一波直接打倒 马扎尔人吗 右边这头强弩 暂时问题还没有解决 现在哈特撑不出领先 但是正面均率有点打不太赢 马工虽然太少 好 这一波挡住了 马工数量开始升起 训练速度加速 有感 很快就来到了十只 好 阿痛这边转了一些风琴炮 风琴炮 打垃圾兵 我觉得蛮微妙的 呃 这个伤害有点像是抓痒 而且用有三级的工兵 凯甲的时候 风琴炮的伤害 其实并不是 并不是那么的亮眼 但是补伤害来说 还是可以的 好 这一波强弩继续往前压 希望可以再钻掉更多的马工数量 哦这里 马工是不是 诶 开始诶 村民有点在发呆 哦这里是怎样 上亿人过来去前线挖黄金 后面補了一个城堡 现在马工数量只剩下少量几只 安息人战术点下 OK远防来到了六点 当然就可以稍微挡住 强弩的伤害值了 强弩的伤害是十点伤害 现在射一下是四滴血 好 有安息人战术 应该就可以安息了 马扎尔人 现在有点暴露 右边的TC被拆掉 石头没有挖 诶 诶 好要不要长个银罐 噴嘛 没打算噴 现在炸了一传乱 哈特被阿冲 压制的非常好 阿冲又来了 巨型投尸机继续往前补 阿冲的猛攻 有东西啊 阿冲现在没有打算 要先补港湾大商战 那我觉得也不用补就是了 因为 会控制二十人口 其实也是有点多的 直接大军压制就行了 通常优势的那一方 或是不是打这个树地战术 都不会看到这个港湾大商战 好阿冲这边三级的 虎风炉减下了 二级农田还有15秒 尤其投尸机要拆掉这根城堡了 现在马公数量 从右边开始慢慢把对方的鼻涕回去 石头开始开挖 现在右边的黄金野金 被阿冲给挖走 现在哈特黄金非常稀缺 正面的强武解决不了 走进来开始乱射 完了 这一波 打不赢 反驱攻虽然有了 伤害射程很不错 但是这个马公的拉公动画 这就是个一大问题 好这一波阿冲 开始稍微拉扯一下自己的弓兵 对方有射程上的优势 有些弓兵在射后面的伐木场 好攻速量开始慢慢稳定下来 这边的部分马公直接走进来 想用直接控你的农田 好这边想要走出去 走到了后面 继续控黄金 哇继续射黄金的村民 难受了 好这边哈特想要把田给拿回来 我怎么觉得拿回来好像 也没什么态度机会 现在城堡重新补一下 看要不要补在这个高地 守在这个位置 然后转一些银罐 点下这个标骑兵 哇这些村民又被抓了 哈特这边也是被受到大量的伤害 痛哥这边打得很好 哎结果上面 马公被压住了 但是已经抓了很多村民 哈特村民处加量到的是111村 村民处现在来说吃哈特落后非常多 而且这边还在修 哇直接把这个巨头给修起来 阿通打得很好 残血救巨头 好这边再稍微打一下 但是还在打这个巨型头C 好要停掉了 一开拿下 然后落马继续从右边绕进来 哇这波落马抓到了非常多的村民 哈特经济也是受到了非常多的伤害 好这些马公解掉落马的追击 碰住了石头 但是目前阿通的优势还是没有减少 黄金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世纪帝国最大的问题 现在哈特一块黄金都没有 只能靠这一个圣物 去治理生活 好这里补了一个神中心 现在肉跟木头的黄金价格还不错 卖掉还有52块跟79块 木材比较只想还是卖点木头呢 感觉卖点木头还不错 但是现在有点空不太过来 左边的区域 现在在想要找野金 但是野金在右边 这一波哈特找不到黄金可能就要投了 好市场价格 现在还是居高 居高不下 79块 要不要卖一点呢 卖个1000木头 也可以换个500多块黄金 但是现在工程来说 对于哈特是很困难的 反正还是只能多打游击战 去拿出自己的优势来 那阿痛哥这边城堡 可能就是要往家离谱了 避免继续被偷家 好结果这三只马弓又抓到了伐木弓 这一波漂亮 这里又要再死一些村民了 但是阿痛哥的村民数 一就是遥遥李仙 李仙20吨 好这波工程战开始了 这波工程 弱马配强奴 继续给你压力 现在要防守的人是你 而不是我 阿痛 这波工 已经 总动员 打错了弱马 还有火炮 全部往前拉 强奴 这边 正面反击 战毛兵 打掉了一些强奴 弱马上前 高打低 战毛打强奴 马弓打弱马 左边城堡 没石头修 买了一些石头 但是来不及 石头 直接爆了 没有办法 没有强奴 这波工程 宣告成功 那哈特 失败了 那现在的情况 对于哈特来说 是已经没有 后盾了 没有这根城堡 后面这边禁忌 就被长驱直入 还是这些马工 可以做最后的抵抗 那能抵抗多久呢 好 这边继续投马 然后点下了骑兵铠甲 哈特这把最大问题 就是没有漏马 有漏马的话 前线的压力 就会小很多 这边聪明被抓了非常多 聪明树已经降到只剩下90村 再两边聪明树 被拉开了 好 巨型投司机要走了 但是哈特打出了GG 我们恭喜阿痛 拿下比赛的胜利 哇 这场比赛阿痛 打的很猛烈阿 马扎人的人 后期又是完全打不出来 虽然后期可以看到 他点了反驱跟重装马工之后 确实是可以打赢这些强弩的 但是后期的问题就是 没黄金 实质上 虽然可以靠这个操作 用马工打赢强弩 但是没有黄金 一切就免弹了 那我觉得最尴尬的是 黄金在右边 哈特居然没有探到 这些聪明一路往西走 都没有看到黄金 应该很纳闷喔 怎么都没有黄金啊 最后只能选择了 挂机 不动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经济的部分 经济的部分 最后是由阿痛 拿下支援上的胜利 黄金的部分 赢了快要6000块 那以哈特这个实力来说 少了6000块黄金 还可以打到这个程度 最后一波强弩也解的掉 也是属实不容易了 好啦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了 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请记得帮助订阅 我们下次见咯 各位拜拜